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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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是更生人 所以愛播放 你只要一時的不開心 你就有可能耽誤你後面十幾年的青春 甚至於更嚴重的是 你會永遠沒有明天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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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少年》上映 顏正國原本只想擔任導演跟編劇 但監製湯湯祖極力說服他 認為顏正國跟片中的主角一樣 都是出獄後努力想要重新生活的更生人 這個角色非常莫屬 是的 你沒聽錯 更生人 年輕人輩的人可能不清楚 顏正國小時候因為電影《好小子》 是家喻戶曉的童心 長大後卻因為捲入綁架案被捕入獄 一度遭到檢方求處死刑 最後被判十五年 十一年後他假釋出獄認真生活 如今已經是票房億萬導演 今天我們就要一起來看看 顏正國《浪子回頭》的故事 我小時候就拍戲拍到累到可以站著睡 顏正國的爸爸是職業軍人退役 媽媽是家庭主婦 他四歲就進入演藝圈 在早期的電影中 常常可以見到他的身影 尤其是《好小子》系列 更讓他成為當時家喻戶曉的童心 因為同心光環 顏正國在電影圈長片甜頭 但也隨著年紀增長 細約減少 他回到正常校園生活 卻面臨課業跟不上的窘境 學長更因為他的名稱 視他為眼中釘 我國中 真的啊 第一次讀一年級讀了十四天 因為每天被學長挑釁 因為那時候好小子的關係 所以他每天來 你會對打 你覺得你好小子大哥 來來來 穿上高級 一對一 每次他們一對一 就是一群二十幾個對我一個 所以十四天以後 十四天之後我就覺得受不了 受不了我就跟我媽講休學 休學不讀以後 因為我那時候理解一件事情就是 好 從那一天開始 我就開始每天交朋友 我的任務就是每天交朋友 早上起來一樣 人家上課時間到 我就出去交朋友 第二年去讀書的時候我讀了 第二次是因為在學校 因為太大群人 有一個學長 轉學生的學長 因為我一直讀一年級嘛 永遠都學弟 有一個二年級的轉學生 來打了我們隔壁班的一個同學 然後那個同學跑來跟我講 看…我被打了 那個誰…被打了 你過去看一下 我說被打了 你不要跟老師說 你跟我說 都沒有啦 媽媽 你是底下次序 我以前跟你講 結果我真的去了 結果我就問那個打人的 我說你為什麼要打他 我說看他不會鬆 一聽到這個我就開始開心了 為什麼 長這麼大不知道說看他不會鬆 就可以打他了 所以從那一天開始 我經常看人家不會鬆 對 就是從那一天開始 那個學長就被我送進 家務病房兩個禮拜 他住了兩個禮拜的家務病房 我就住了兩個禮拜的 那個少年關務所 逐漸沉淪的閻政國 國中進出三次 仍然沒有拿到畢業證書 還因為偷車事件 登上新聞版面 最後染上讀影被抓 錯學之後 就開始跟朋友稱聰道地 是 那時候抽菸是很廣泛的 後來因為用鋁箔紙在抽 我就覺得很新奇 吃了都不用睡 吸了吸了幾次 真的喔 好幾天都不用睡覺了 感覺自己像超人 久而久之就覺得沒吸沒有體力 就慢慢的一直跟這些人相處 而且越吸越重 就對 越吸越大 就剛剛就是馬哥講的 晚上睡不著 我們是吸一吸就去飆車 他是闖陽宅我闖陰宅 直接陽津公路那最大的墳墓 面前音響放了 就在那邊跳街舞 你闖陽宅我闖陰宅 好恐怖喔 他在上面是插西人 導演侯孝賢 不忍看到閻政國這樣下去 伸出援手 想藉由少年的安辣 把他拉回電影圈 你應該不要聽過喔 你如果要把你搞 看得到人家就要打 我才會打死 曾演出電影的 炎西少年 今天凌晨 涉嫌持有改造90手槍 以及23發子彈 而遭到陸檢的 福德街派出所警員逮捕 出獄後的閻政國 再次扯上窃車集團 到案後採集尿液 呈現陽性吸毒反應 後來拍完戲 也入圍過金馬獎 也因為自己的行為問題 被取消資格 那當時電影也入圍法國坎特影展 那也都沒有機會去 原本想藉由這部片重生 閻政國卻在電影下檔沒多久之後 就連連犯罪 被取消金馬入圍資格 他日後坦言 從光環頂端直墜監獄服刑 當時的我就是回不來了 回不了頭的閻政國 這時犯下更嚴重的魯人勒贖 祖前26歲的游市民 因為發現吃性同學家境富裕 和閻政國共謀魯人勒贖 由閻政國找來桃園縣的同夥 朱鳴三等五人 持玩具手槍強壓被害人 以電話向家屬要求200萬元的署款 我沒有頭 我都在家裡面 從頭到尾我只是 怎麼講 我只是希望各位觀眾朋友就是說 知道說不是我曾經犯錯 我現在就是一定會做錯的事情 我並沒有說躲避 我一直在審吃就是怕被尋求的位置 那現在我就是希望律師陪同我來 那我現在也是想要趕快澄清這件事情 當時28歲的閻政國主動盜案說明 否認參與犯案 但檢方根據共犯極原詞的供詞 認為閻政國參與整個綁架案 並依懲治盜匪條例求處死刑 之後因為此條例被廢除 才更改起訴法條 法院審理後 閻政國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 而在服刑期間 閻政國的父親過世 他這時才開始反省自己 孝子嘛 我們說父親過世的最起碼的披麻代孝都要 但當時我就做不到 這很簡單啊 為人子女就回來就披麻代孝穿個孝服 然後就可能送他最後一層 這是很簡單的事情 可是當時做不到的我 我就會思考 為什麼我做不到 他沒有教我說不可以做壞事嗎 沒有啊 他每天唸啊 他沒有教我說不能處辦刑法嗎 也沒有啊也有啊 可是為什麼今天我在這裡 別人做得到的事情反而我做不到 沒能見到父親最後一面 閻政國幡然悔悟 為了彌補少年時期錯學的歲月 他開始勤練寫字 就為了考進書法班 我當開始啊 我很討厭寫字 因為我不認識字 所以叫我寫字 真的就是人生的十大復刑之一啊 但是後來啊 我發現啊 我在哪裡跌倒 我在這邊要關這麼久 我不知道我要關多久當時 所以我只能說 我想要在 浪費青春的這幾年當中 吸收到 我永遠吸收不到的元素 那什麼對我來講最困難 讀書寫字最困難 第一堂課 本老師講了一句話 人品為商書法辭職 說實在的 我一開始還不知道為什麼 漫長的監獄生活 閻政國在書法大師周良敦的授教之下 字越寫越好 性格也愈發沉穩 2012年3月12日 入育十一年的閻政國 從青年變成壯年 終於獲准假釋 現在想趕回家而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接下來有什麼計畫 就是接下來有很多 我想要先好好的陪我母親一下 然後照顧小孩 你要衝回演藝圈 希望 希望有這個機會 這字寫得真好耶 字好與不好都需要有元年欣賞 初遇之後的他 開始教書法參與公益活動 2013年獲得演出偽電影的機會 之後也出版個人自傳 內容不僅需要分享過來人的經驗 更像是要告訴大家 好小子回來了 十年怎麼可能十天就調適好 任何人都不可能 所以慢慢來 太急我怕會跌倒 初遇那一年 閻政國跟前妻生的兒子 才小學六年級 他始終擔心自己無法當兒子的榜樣 不過現在看來 這位爸爸應該是兒子的驕傲 他2018年指導角頭2 票房高達新台幣1.27億元 讓他成為票房億萬導演 再推出自導自演芯片 少年耶 閻政國用他的經歷告訴我們 當年那個衝動的少年 已然遠去 取而代之的是 歷經風霜的飽滿 浪子逝去十年的青春又如何 革面後 義無反顧的 追回來就好 好 好 好